找到的就是电梯 想必每个人对于电梯都有一些开心或不开心的经历 但是比起第二十五期江湖里那个永无止境的坑电电梯 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呀 其实这是来自于日本喜剧之王志村健的搞笑节目志村大包校的电梯片 志村先生是一位出色的搞笑艺人 他出演的节目在日本都取得了非常高的收视 在台湾 泰国 印度 欧美等地也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他的节目有志村大包校 八点全员集合 男女纠察队 准来宾等等 有兴趣的同学有空可以慢慢欣赏 光是关于电梯的包校片段就多得没办法在节目里给大家看全 那么今天翻外篇就给大家看看这货在电梯里还出了多少幺蛾子 要是你急着上班电梯按钮突然全体解散了 估计想哭的心都有了 别急 想哭的还在后面呢 阿斯高我周末也没有想到电梯还能当微波炉 但你周末也没有想到的事情接下来都会发生的 好哦 啊